好,大家好,来到戴老师说天气的时间了 在昨天礼拜六,这如果你在中南部旅游的朋友 你就会发现到温度状况非常的高 中午的中南部地区都达到了33、34度的高温 只有北部的上空呢,云层略微偏多 而且还是一个比较闷热的天气 那今天呢,随着云层量的减少 白天外出两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个要防晒,第二个要补充水分 那我们就来看看最新的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先来注意到云层的发展 在昨天的时候,台湾的上空有些云带的通过 整个云系的发展来说 最主要就是一些零星的云层在通过北台湾 在往南看可以看到南部地区的云层量减少 到了巴士海峡这里呢,云层更少 可是你可以注意哦 在菲律宾旅宋岛南边的岛屿区就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系统发展 这就是今年的这个热带扰动的系统正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还不称台风 因为最主要呢,在这个早上一大早的时候 这个系统呢,它正要发展 有机会在今天的早上接近中午的时候 发展成为今年的第一号台风 但对于我们来说呢 这个系统对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它在今天的时候会在这个位置 明天开始就逐渐朝东北走 到了礼拜二、礼拜三 就会在我们的远洋一千多公里外往北移动 对于我们来说呢 这个系统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哦 那我们就来看什么呢 来看看它未来的浅示图了 我们从这张浅示图上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整个系统的发展 现在以目前来看约在今天的早上 它有机会发展成为今年的第一号台风 那也可以注意到 整个移动的方向来说 在从昨天 前天整个移动都是偏西走 所以它进入到了吕宋岛的南边岛屿区之后呢 受到地形的影响 所以到了礼拜六都还没有发展成为台风 那在今天当它逐渐的从岛屿区离开 进到了吕宋岛的东边的海面中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了哦 那当然发展成为今年的第一号台风之后呢 你可以注意到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速度越走越快 强度增长的幅度并不大 所以呢 它只是个轻度台风 它没有什么增长的空间 而且这个台风系统的水气发展 它逐渐往北移动之下呢 加速走的时候 对我们台湾来说 这个系统是没有影响的哦 台湾会有僵雨的状况 最主要就是在礼拜二会有一道封面 开始往南移动了 好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 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的变化了哦 先从这张分析图上来看一下 先来注意到在今天的时候呢 最重要一点就在于说 水气的发展跟结构来说呢 最主要北边呢 有一个微弱的系统正在东移当中 那台湾上空的水气量来说 只有北部多一些 台湾 热带劳动系统仍然在菲律宾旅宋岛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 到了礼拜天的晚上的时候呢 今天的晚上的时候 预估它可能会成为台风预估哦 那当然再看未来几小时 发展起来就发起来 发不起来的话 那可能时间就要再往后拖了 有没有注意到 大陆这里有封面 它主要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可以开始加速的往东北走 那它一加速往东北走呢 在礼拜一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到 北边有封面云带开始要下来了 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是受到封面的影响 但这个台风系统呢 本身呢 在我们距离在800到1000公里左右 甚至在1200公里外 逐渐的朝着偏东北 随着这个封面 把它牵引往东北走掉 所以呢 到礼拜三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台风系统随着封面走了 台湾上空呢 北方高压带东北风 因为台风远洋有 下沉区也是东北风进来 使得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呢 雨的部分就周二有一些 周三就要停咯 到了礼拜四 封面前半段的部分的东移之下呢 有一点点东北风在北部地区 那再来 到了礼拜五封面还没进来 礼拜六的时候 才有另外一道封面再度接近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当台风系统的出现 最糟糕的就是 把我们的整个水汽完全打乱掉了 那也就是说 整个礼拜的降雨状况只有在周二的时候 有点封面通过 但到了周三周四的时候呢 随着东北风的增强温度下降之下 北部银封面再来要到了礼拜六 才有短暂雨的状况 那对于中南部来说呢 雨的部分在周二有一点 周三是零星的 周四周五以后的降雨就减少 而到了南部地区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南台湾的话 温度状况都是属于中午闷热 可是呢 在周二跟周三封面往南移动的时候 有局部性的震雨出现 那东半部地区呢 最主要就在于说 零星的降雨状况 随着风向吹着偏东风之下 在礼拜天有一点 早晚转战雨 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二的时候 封面接近 到周三周四只有零星降雨 再来的水气发展 要到了周六才会影响 所以呢 整体来说在今天 第一个闷热 户外活动记得多喝水 第二个呢 在于东半部地区 早晚有点地形的降雨 西半部地区都是属于天气情啦 那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呢 随着这个封面云带的系统 要到了周二的时候接近 所以降雨状况 到了礼拜二的时候才会出现 祝福大家 假期愉快